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日 过了明天 又过了一星期 有一件事要留意 明天星期五 是美国的期止期权 又到月的结算 会不会有大波动呢 估计应该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市场上 很多消息已被消化 现在市场上 正在赌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联邦处备股加息 不会加得那么狠 这点在我 较早前的日文章也说过 9.1%的通胀率 在美国来说 应该是顶的